在这一边才有我们salt simultaneous equation 然后这一题它有两种做法 第一种做法是我把它的lock变成indexus 然后我把这个3踢上去 所以我就有xy等于3 power5 然后所以我的y呢3 power5是392781243 243 over x 这个是我equation1 ok我们有3 power5等于243 好 然后这个我也把它踢上去 我就有x2 over y等于9 power2 然后我就有x2等于81y ok这个是我equation2 so我sub我的equation1 into我的equation2的时候 我就有x2等于81乘243 over x 然后我就有x power3等于那个81乘243 所以我就有81乘243 然后它就会变成19683 196831968319683 所以我的x呢会是等于cube root of19683 ok然后我在这一边我就有cube root answer 答案是19683 然后我拿到的是27 ok好我拿到的答案是f等于27 所以我的x等于27之后呢 我就可以stop我的x等于27 into我的equation1 y等于y等于23 所以我的x等于27 然后我拿到19 所以我的x等于27 y等于9 这个就是我的答案了 好 这个是第一种做法 然后这一边呢 我们这一题其实它还有第二种做法 然后第二种做法呢 是这个我把它想象成它是log3x加log3y等于5 所以我的log3y等于5-log3x 这个是我equation1 然后这一个呢 我就把它想象成log3x2 over y over log392 然后我知道我的log39其实是2来的 这个是2来的 然后我再把2乘过去 ok因为我的log39等于log332 然后它变成2 所以我这一边呢 我就有log3 然后x2 over y 所以是等于4 所以它就会变成2log3x-log3y等于4 ok 这个是我的equation2 ok 好 接着我就可以sub我的equation1 into我的equation2 所以我就有2log3x-log3x-5 这个5-log3x-5 然后等于4 所以我就有2log3x-5加log3x等于4 就是3log3x-9 我把这个帮过来 ok 所以我这一边呢 我就有log3x等于3 就有x等于3 power3等于27 然后我sub我的x等于27 into equation1 我的y就会变成了 我的y就会变成 log3y 就变成5-log3 3 cube 然后就5-3等于2 然后我的y会是3 power2等于9 所以我拿到我的x等于27 y等于9 ok 所以上面这个方法会比较容易 ok 下面这个方法就比较麻烦了一点点 ok